第二期题52赫兹所发出的深波若由水里传到空气中 关于深波由水中传到空气中的过程 以下叙述何者正确 A 频率会变小 这个是错的 老师上课强调过了 同一个声音在任何介质传播频率不变 所以选项A说频率会变小是错的 B 深波的速率会变大 这个也是错的 老师上课讲过在一般的情况之下 深波传播的速率是固体大于液体大于气体 所以深波在水中的传播速率比较快 在空气的传播速率比较慢 B 说速率会变大是错的 选项C 说波长会变小 我们晓得波数是频率乘以波长 那我们的频率是一样 但是在空气中传播的波数会变小 所以我们的波长也会变小 所以选项C是对的 那么选项诸正幅会变大 通常从一个介质进到另外一个介质的时候 能量会损耗 所以阵幅会变小 所以选项诸说会阵幅会变大也是错的 第二期题问我们说 关于深波由水中传到空气中的过程 以下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 波长变小 我答案选项C 我答案选项C 我答案选项C